一人一狗在荒野寻宝,这样的生活你羡慕吗? 男人名叫格里是当地小名其的宝石猎人,这条黑狗就是他的同伙 延开赛季开始,不少同行都已经赚到了钱 格里眼红同时,也忍着救伤来到了矿区 但谁曾想,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他的矿区因为没及时去约,竟已经被别人给租了去 看着地上这套展现的木桩,格里心里难受的不行 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人抢走了心爱的宝贝 事实上,通过上个赛季的观察,这边矿区确实有不少宝石 说是宝地也不为过,但事已至此,格里只能重新寻找地方 因为推脚不变,所以他找来了好友阿柯 狂奔了几十里低后,两人来到了一个超大的山洞更前 还没走进去,他们就被眼前的规模给震慑到 很难想象,先前那只挖宝队是如何做到的 格里拿着手机上前看了一圈后,发现墙壁上还正有宝石的踪迹 他推测,肯定是大型设备挖掘的时候留下的宝石碎片 虽然他们家大业大,可能不在乎这点 但对于此时的二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扁 事不宜迟,格里和阿柯转头就走 准备将这片矿区给租下来 据说价格非常便宜,跟白送差不多 几天后,格里将自己的木桩定在了山洞的周围 现在他们可以明智言顺地挖宝了 手吹启动后,阿柯来到了他们前几天发现宝石的地方猛凿 但宝石拿那么容易挖到 下一秒,发电机就停摆了 好家伙,日常坏机器没有什么问题 几个小兽,格里重新举起手锥 说来也怪,宝石的位置正好在山洞的一根柱子上 因为害怕坍塌,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小心 先好宝石藏的不是很深,两人很快就挖出来一部分 看着手中的宝石,格里更加卖力的挖掘 所以他们的手中便又出现了好几块儿博 也看时间来的傍晚,二人拿着收获找到了回收商 希望从对方的口中知道新价值 老头翻来覆去砍了好一会儿后 给出了他的估价500美元,不能再多了 格里听闻后,脸上不但没有失望 而且还非常兴奋地与老人握手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既然能找到第一块,那肯定会有第二块和第三块 说不定哪一次就能赚到大钱 看到墙壁上发光的宝石了吗 寻宝人格里为了得到他,竟然用上了炸药 这是他上个周刚租下的矿区 虽然废弃了很久,但上一任矿主 依旧留下了不少宝石掺杂 或许在大团队眼里不值得一提 但对于格里两人来说,依旧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这不今天一大早,两人一狗就拿着工具 开始了挖宝 因为兜里没钱,所以格里只能用最原始的工具搞头 面对坚硬的石壁,他真是把吃奶的劲都给使了出来 这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下一秒,宝石就真的出现了 格里用紫光灯一照,一抹妖艳的颜色 出现在他的眼前 更人激动的是,继续往下挖 旁边也出现了颜色 看来这已经不是碎片了 而是一块未被开发过的宝石岩层 所以我对于阿柯拿着他们唯一的高科技装备手锤 准备将宝石一网打进 很快,两人又有了新的进展 这次用一肉眼就可以看到了 谁能想到,仅仅这一点点绿色 就可以让两个大男人兴奋的手务足蹈 不过正所谓乐极生悲 随着挖掘的深入,两人发现此处的石头异常坚硬 光合这台手锤根本不行 也不是挖不出来 而是按照目前的进度 起码要几个月 看来得想那儿其他办法了 没多久,一辆皮卡开进了山洞 下车之人名叫伊万 是隔离的好友 专门从事爆破工作 确实,应该没有比直接炸开更快的办法了 不过此举风险太大 一不小心可能得保持一块炸成了粉末 隔离还是相信伊万 而对方也不负众望 观察了一会儿后,从后备箱拿出材料 结果半个小时小心调制 炸药被放现了事先钻好的原空里 炸药被放现了 一声巨响后 无数的烟雾从洞里涌出 隔离三人并未贸然进去 这些烟尘对人体伤害极大 没必要给予这一时 需要之后,他们再次来到洞穴深处 此时闭上出现了一个大洞 不得不说,炸药的威力还真是刚刚好 俩人拿着紫网灯一照 宝石还在原处 不过相比于之前已经进了很多 看起来似乎唾手可得 话不多说 手续启动后,俩人开始了挖宝 只用了半个小时 几块个头不小的宝石就出现在他们手中 目测质量还不错 看来这次俩人要发财了 隔天一早 兄弟拿着宝石找到了一万 原来他除了是爆破专家之外 还是一名宝石回收商 叫宝石倒在桌子上后 他看了又看 随后给出了4200美元的股价 作为一个废弃矿区 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获了 格里俩人很开心 只要此时他们才有了 剪刀漏的感觉了 废弃的矿洞里暗藏神秘空间 寻宝人抱着好奇 生命前往 结果差点出不来了 本来今天 格里像往常一样在矿区挖宝 因为前几天发现了几块 价值不菲的宝石 虽然俩人此时对眼界 这个废弃矿区更加重视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上一任矿主不光留下了惊喜 还留下了一个谜团 在矿洞深处的角落里 有一个被碎石堵住的入口 一看就是有意而为之 当然这也是最让格里想不通的事情 好短短短 为什么要将这个洞给藏起来呢 难道成里面埋了不少宝贝 一想到这儿 两人的心跳都莫名加快 看来不管是负是货 这一次都要舍命一闯 接着阿科开始上街清理碎石 没多久 他们就一前一后进入了洞中 刚进去 两人就察觉有点不对劲 插入口似乎有点太多了 而且都通往不同的方向 这样很容易迷路 不过幸好 两人提前在身上绑了个红绳 如此一来 一旦遇到危险 他们也不会迷失在此 走了半个小时后 阿科提出要分头行动 主要是这个矿洞太大 两人在一起 搜的效率太低了 因为身上都绑着救命绳 所以格里并会多说傻 简单的嘱咐离去 注意安全后 就让其离开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 细细的格里 在墙壁上发现了宝石 虽然埋在石壁的表面 但想要靠掘个头挖出来 依旧非常难 而就在格里 石头裹嫩的声音 让格里神奇紧绷 他大声呼喊通败的名字 但却没有一点点回应 看了一眼脚下的红绳 格里决定出发寻找 虽然他腿脚不变 但心急之下 速度反而越来越快 一看红绳马上到头 他的心情一跌到了谷底 就在他以为 阿科已经遭遇不幸的时候 熟悉的声音响起 阿科出现了 两人激动的相约后 对方从兜里 摸出来一个宝贝 这是一块颜色不错的欧布宝石 格里激动 接过来看了右侃 虽然很开心 但嘴上依旧劝导对方不要冒醒 所以领了他来看自己的发现 没多久 阿科从外面 把手锤给拿了进来 这个比搞脱好用多了 半个小时后 宝石就出现了他们眼前 这次数量不多 但质量还不错 一日忙到晚上 两兄弟拿着宝石 找到了回收商 一番讨价发价后 两名一千美元的价格成交了 这比格里越小的要低 但相对来说 已经很不错了 如何在坚硬的石壁中 挖到宝石 这个男人选择的最简单 也是最危险的办法 事实上如果可以选的话 格里俩人也不愿出此下策 但实际上他们又没钱又没人 就连在石壁上钻个洞 都差点扭伤手腕 看着手中刚刚发现的欧伯宝石 格里一咬牙 决定还是得爆破 但前提 他们有些知道欧伯大概位置 钻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宝石在则外线灯的招事下 再次出现 这是一堆小的不能再小的残渣 估计应该是被钻机给损坏了 稍微思索片刻 格里举起钻机 换了个方向继续挖掘 但是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 宝石还没找到 手腕先扭伤了 如此一来 他只能先将钻机交给阿柯 然后自己坐在旁边休息 可屁股还没坐热 阿柯这边也被扭伤了 得 这下直接开炸吧 镜头一转 爆破专压一万 开车到来 简单的看了一下要炸的地方后 他又钻了几个洞 放炸药 几声巨响过后 无数的烟尘又卷土重来 虽然心急想继续看宝石 但离智还是让众人待在原地不动 几个小兽 一行人来到爆破地点 阿柯第一时间爬上山去寻找 有意思的是 宝石没找到 却在头顶上发现了个洞 隔离判断 应该是上一任矿主所留 目的是为了确定 弟弟有没有宝石 本来以为这次要无功而返 阿柯转过头 一抹颜色 让阿柯提起了精神 这个洞的底部 竟然有几块烏波宝石 格里兴奋地接过来查看 很快他会发现 这些宝石表面干净 应该是从头顶上掉下来的 想要这 两人也是大眼瞪小眼 完全摸不着头脑 最后通过推测 此处离洞口的距离 他们在矿区顶上 找到了对应的洞 看着洞口周围的沸残渣 两人终于明白 宝石是怎么来的了 看来上一任矿主 并未筛选干净 又是一个简陋的好机会 下一秒 他们便开始了寻宝 但是大白天找 确实有点大海螺针 与其在这浪费时间 不如熊耀成熙 晚上再来 转眼迟也来到傍晚 两人一狗 再次回到这里 有了紫外线灯的加持下 一颗颗宝石被捡了出来 隔天一早 隔天两人拿着这几天的收获 找到了一万 结果一番讨价还价 两边最后以六千美元的价格成交了 又是一个丰收日 目前他们两人总收获 来到了一万一 距离两万的目标 也是越来越近了 不知道在赛季结束前 能不能完成 让我们祝他们好 注意看 这是一种名叫欧伯的珍贵宝石 据说一颗价值七千万美元 刚昂的价格 让薰宝人不惜冒生命危险 也要将其搞得到 随着墙壁上 松动的石头滚落 让人窒息的灰尘 也席绝而来 为了保住小命 薰宝人格里两人扔下车子 跑到了洞外 一直等了一个小丑 他们才再次回到洞中 查看情况 此时的车子 已经被灰尘里糟蹋的 惨不忍睹 格里瞄了一眼后 心里也是庆幸两人跑得及时 不然肯定会得沉废病 稍微冷静了片刻 两人将目光看向了 眼前的石堆 用紫光灯水手一照 宝石立马出现 格里薰宝的在手里 看了又看 突然他灵光一闪 立马走到旁边的石壁前 再次又灯一照 大片的宝石 发出荧光 果然如此 刚刚脚顶那块宝石 就是从墙壁上掉下来 这是一个大发现 如果能顺利挖出来 两人这个赛季就发了 师傅一次格里 拿来手推 开始猛凿 此时第一块大石头滚落 越来越多宝石开始出现 在灯的照片下 两人不禁被宝石的美丽给折服 但更大的惊喜 还在后面 超多了宝石 被镶嵌带的石壁总 阿克小心翼子 将旁边的石头都清理干净 不知不觉 山洞外也是一片漆黑 因为害怕宝石被偷走 格里果断 绝对加个班 大不了不睡了 有什么事 比赚钱还要紧呢 好不容易将奥伯扣下来后 兄弟俩还没来得及开心 旁边的狗子就立马边叫 边跑了出去 似乎是有人来了 格里俩人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立马也跟着走了出去 或许是小偷听到狗叫被吓跑了 总之格里俩人啥也没找到 接下来的时间 他们又继续挖欧婆了 转野来到后半夜 宝石终于被挖得一干二净 格里俩人也困得不行了 将找到的宝石收好后 他们离开了山洞 转野时期来到早上 两人听着满满大荡的两桶宝石 找到回收商 由于都是没见过打磨处理的原室 所以重量来到了金人当时5公斤 量虽然多 但成侧却很差 回收商将唯一一块层次好的挑出来后 然后分别定价 最后的价格有点出乎众人所料 总共1400美 而那块被挑出来的就价值1000 其他这一堆才400 看来这玩意还真是不能走量 还是得走智啊 这个男人疯了 只因一句话 他竟然不信冒生命危险 加到这深不见底的洞里 这上人都会觉得无法理解 但如果我告诉你 洞底可能会有一克价值几千美月的欧波宝石 你会不会也做相同的选择呢 回到现在 宽王阁里自从听闻宝石的消息后 今天一大早就领着小弟阿克来到此处 本来信心满满 但当他看到黑漆漆的洞口后 心底还是有点乏触 原来他恐高啊 将准备工作完成后 阿克打头针开始慢慢往下走 过程中并未发生意外 没多久就安全到达洞底 眼前这个矿洞查路口很多 阿克本想自己先探索一下 但格里却坚决不肯 说什么也有两个人一起行动 不过倒霉的是 对讲及信号似乎并不好 阿克迟迟没有回信 因为担心兄弟安危 本来微微缩透的格里 竟然勇敢了一把 只见他利索的加安全绳绑好后 就直接往下走了 成功来到地底后 格里第一时间用对讲机联系对方 这次依旧没有回信 没办法 格里只能边走边找了 过程中他发现 这个废弃矿洞的规模很大 像一个迷宫一样 就算今夜再丰富的矿工 也可能会无法辨别方位 今夜的是 格里凭借一抹亮光 找到了阿克 刚想责骂对方 但看了一眼 坏掉对讲机 还是憋了回去 更关键的是 可能就是打开宝藏的钥匙 接下来两人来都发现 宝石的地方果然不出所料 此处遍地都是 随着一块接一块颜色 大小都不相同的宝石出现 兄弟俩决定继续深入 说明那里面的宝石更多更大 走了大约半个小时 他们感觉一点不对劲了 先不说没看到任何宝石 单单从头底上掉下来的碎石 就已经够吓人的了 不用多想 兄弟俩直接扭头就走 不管里面有多少宝石 都得有命花才行啊 可倒霉的是 刚走没两步 他们就发现 找不到来时的路了 这下开坏事了 占有了好一阵 两人才终于找到出口 此时他们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一刻不停地往上走 看着这钱还真不好挣 经此一事 格里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了 他表示 这个赛季到此为止 现在只需等买家到来 就可以知道 本次的收获 到底能不能完成 两万美元的目标 一样的是 橙色很差 虽然数量多 但最多也就两千美元 如此以来 两人这一赛季的总收获 是一万五 距离两万的目标还差不少 秘密的旧矿洞 据说下面有价值连车的欧波宝石 兄妹二人偶然发现 妹妹兴奋地将石头扔进去 通过传回来的声音 格格判断 深度合适 如果不出意外 这里就是他们下一个挖宝的目标 妹妹得知后 也是非常开心 不过眼下他们没带工具 只能改天再回来探索 但在走之前 他们愿先净化一下这个矿洞 只见二人将木头塞进废桶里点燃 再将其全部倒进矿洞里 这样一来 洞底的虫子舍什么的 就会被吓跑 据了解 兄妹二人的父母 是当地有名的矿工 虽然家大业大 根本不需要出来打拼 但兄妹二人 却结决的要靠自己 打出一片天 更离谱的是 这一次他们要找的是 极其稀有的木化石欧博 一克价值两万美元 回到现在 此时兄妹二人再次回到旧矿洞前 这一次 他们还拿来的绳子测量 这不测不知道 一测下一条 矿洞的深度 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但此时再想回头 恐怕有点晚 两个男的组合厅 妹妹决定先嫁去探探路 虽然梯子长度不够 但也能看清底部的情况了 重底什么也没有 看来这是一个 完全没被开发过的 废东 兄妹二人根本无法接手 随后他们失望的开车 前往下一个地点 这里是一片荒野 哥哥听家族长辈说过 此中有一条宝石矿派 原来 有人曾在周围的两个矿区里 发现过木化石欧博 不但种类相同 颜色也差不多 而将这两个发现 宝石点连起来后 中间的区域 正是兄妹俩的矿区 而为了找到矿麦 哥哥花血本找来挖掘机 他又在矿区中间 挖一条潮潮的深沟 这是一场豪赌 在挖掘机工作间隙 兄妹俩也在不停的翻看 被挖出来的石头 希望能找到欧博宝石的踪迹 随时夜流失 两人也是越来越没耐心 但幸好在最后的关头 他们发现一块石头上 出现了漂亮的蓝色 这不是欧博 又是什么呢 从石头断坎的地方看 应该还有另外一块 随后两人再次回到深沟里找 果然发现了另一颗欧博原石 正常天色以往 兄弟俩拿着宝石 回到基地打磨 随时越来越多宝石暴露出来 二人激动发现 这就是他们要找的木画石头 哥哥激动地亲吻石头 而曾经从事销售的妹妹 却估价 这两块会被打磨的原石 能卖4500万美元 而打磨后的价格 将更加离谱 这才叫拿密挖宝 男人每敲下石壁 头顶上的石头都松动几分 看起来 随时要将它给活埋 妹妹在后面紧张地看着 她何尝不知道其中的凶险 但为了找到 价值练成的欧博宝石 便只能如此 事实上 每年有无数人都死在矿洞里 他们难道不怕吗 哥哥矿两人目前做的 是相对安全的露天惨狂 没多久 妹妹来到坑洞底部 因为略高的石壁上 有宝石踪迹 哥哥太重 梯子承受不了 因此只能让妹妹上 虽然搞偷一下接一下地敲击 宝石也慢慢露出了马脚 不过兄妹俩在开心的同时 研发起石头太过坚硬 但是靠人工难如登天 更关键的是 姿势不对 还使不上坚硬 随着时间和体力的耗尽 两人的耐心彻底被磨眉 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 不如先把窝坑洞时 弄出来的泥土筛选一下 说明里面可能会有宝石呢 说看就看 过去两人发现了很多 圆滚滚的石头 只有里面可能会有欧博 由于数量很多 所以二人直接做了一个 简易的筛子 本来没抱啥希望 但没成想还挺好用的 不但收集了小半筒石头 还找到了一颗欧博原石 随着天色见完 男人收拾东西回到基地 接下来要做的去 切开所有的石头 看能不能中个大奖 这种感觉跟坑盲盒差不多 兄妹俩此时资金十分短缺 所以对这堆石头的期望特别大 但倒霉的是 第一块没中 第二块也没中 第三块更没中 忘了说了 中宝石的概率 大概是千分之一 随着时间流逝 石头也切了大半 男人此时 没了一开始的冲进 现在他们要切的 是这一堆里最大 也是最可能有宝石的一块 哥哥有点舍不得 据他所说 入瓜在网上卖 说不定他能卖个150美元 但切开没有 就真的啥也没有了 妹妹此时却充满细心 但幸运真的会降临吗 机器的突然旁旁 让两人吓得一跳 看来对付这种 又硬又大的石头 必须用绝招 下面哥哥拿了一张 八成型的锯片 接下来就是见着奇迹的时刻 石头里空空如也 是压死稻草的最后一匹骆驼 须美二人在冷静的一夜后 再次讨论起接下来的规划 目前他们有两个矿区 两个人根本挖不过来 不如将一个矿区卖出 让脑鞋可以换设备 继续挖舞波 看着眼前这颗被泥土包裹的石头 许某人米利激动得以无伦次 或许在不等航的人眼里 这只是没用的垃圾 但在米利心里 这就是打开宝藏的钥匙 据米利所说 这颗石头里 何可能藏着价值连生的欧波宝石 虽然几率仅为千分之一 但既然发现了它 那也就意味着离宝石不远了 与此同时 旁边的哥哥米奇 也是激动的不行 好不容易 当挖嘰嘰嘰停止了工作 它就立马上去寻味进展 但谁生想 得到的却是一盆冷水 原来土壤覆盖层下 是粘土 根本没有宝石存在的迹象 难道刚刚发现 那颗石头只是炸糊 虽然二人越想越起 但挖掘机都租来了 浪费时间就相当于浪费钱 所以他们必须重新规划 找到一个更可能出宝的地方 不过两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 但剩下的时间 却只能挖一个地方 哥哥为了说服妹妹 还领着对方到实地勘探 他的努力没有白做 挖掘机很快开始了挖掘 但遗憾的是 此处依旧没有宝石踪迹 接着情况 哥哥选择老老实地闭嘴 把接下来的时间都交给了妹妹 虽然时间不多 但再挖一个坑洞 应该问题不大 用喷漆标记完后 挖掘机又开始了工作 过程中兄妹俩全身关注地看着 没多久 他们就再次发现了 一开始那种圆圆的石头 不过这次应该不是炸糊 因为其中一颗石头中间 真的出现了欧巴宝石 虽然质量不高 但足以证明一切 挖掘机完成任务离开后 兄妹俩开始分头挖掘 哥哥进入坑洞里 对准一块巨石使劲 而妹妹则在头顶上 下雪被挖掘机清理下来的土石 让人惊喜的是 两边都有了发现 哥哥这边发现宝石没多久 妹妹那里就有了更加惊人的收获 由于这块宝石的个头 颜色都不错 所以妹妹第一时间叫来了哥哥 此时她看到后 也是完全懵了 这橙色恐怕是要发财了 下一秒两人就合力 将石头给搬了出来 镜头一转来到基地 哥哥此时全部武装 观察起石头 他要判断出宝石的走向 如果一旦打磨错位置 那价值可能会直线下降 也不是过了多久 妹妹上行查个进度 宝石的一部分已经暴露出来 镜头露出来的地方 就估计得支个三万美元了 加上旁边这些 已经打磨好的欧帛 这次总收获 预计在三万七左右 此价一出 兄妹俩激动地抱在一起 要知道这还只是个开始 谁知道那坑洞里 还藏了什么宝贝呢 随便捡一颗石头 都价值三万美元 这兄妹俩的运气到底有多好 上期我们说到 王宝兄妹在最后时刻 捡到大宝石 仅仅是打磨了表面 就已经估价三万了 新闻了几天后 俩人再次回到坑洞前 希望有更大的发现 不过好景不长 刚工作了半个小时 唯一的手吹就突然失灵了 妹妹得肉 第一时间来到发电机 跟前查看 原来是没电了 于是她尝试重新启动 但拉了几次都毫无反应 另一边哥哥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于是上来帮忙 很快俩人就发现 他们忘记储备燃料了 而此处距离小镇几十公里 现在去拉 估计今天都无法工作了 更重要的是 哥哥还不想动弹 炎热的天气 加上到处浪费的虫子 让两人的情绪几乎崩溃 但要命的是 他们还没有指责对方的理由 只能怪自己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后 两人准备将摩托车里的油 给弄出来 但这事儿 哥哥并不想做 所以只能让妹妹上 后一是没有经验 对方直接喝了以后 接着情况 哥哥赶紧上前安慰 就在此刻他们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个邻居 对方也是一名矿老板 肯定有不少的燃料 没多久 一位年纪半百的老人 出现在他们矿区 更让人激动的是 对方不仅拿来的燃料 还带来一台气动的手锥 完全工作很快又回到正轨 几个小臭 宝石真的出现了 看着石碧上那一抹艳丽的色彩 兄弟俩都开心坏了 哥哥拿来工具 小心翼翼的往下抠 经验夫妇的老人接过来看了一眼 表示这块石头并不完整 其下面肯定还有另一部分 此话已除 兄弟俩跟打了鸡血一样 而手锥也再次投入工作 初 comp! Jack, there you go Oh wow Oh yes Alright Yeah Okay, we're in business baby Finally You nearly hit it This pipe of black opal It's black opal at bloody Queensley Can we please drink Huey every single time? Woo! Whenever you hear that laugh from my brother 这是一块质量相当不错的宝石 并且个头还不小 各个激动的拥抱邻居 他认为是对方带来了好运 而等对方走了后 兄妹俩更加魅力的挖掘 此时实际上 已经出现了一个能钻进人的小洞 更兴奋的是 这里面又出现了宝石 一块进一块质量上时的宝石出现 让兄妹俩兴奋的找不到背 那正所谓乐极生悲 希望跑得快 哥哥只是有点擦伤 不然妹妹没法回去跟父母交代 这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够福 竟然来就接下本次收获的时间了 一一查看每一颗宝石后 妹妹估算出价值为5万美元 注意这只是原始的价格 如果打磨之后 价格还得更高 看到眼前的宝石了吗 寻宝人为了挖到它 差点被醉石给开瓢 这是我见过装备最好的寻宝队了 单单从他们挖的这个矿洞 就能看出来 感觉像个景点一样 不过寻宝人老客却没心思观景 休息了大半年 都离一分钱都没有了 此时满脑子只剩宝石 不过想要开工 要先将准备工作给做好 长期的雨季 让洞底出现了积水 如果换别的团队 估计得一桶一桶玩运 但老客却直接拿来股风筋猛吸 这玩意足够有140匹马力 10吨土都轻轻松松 更没有说眼前这点水了 半个小时候 队员拉动绳子 将水的问题解决后 老客拿出手机 图片上的原型宝石 就是他们的目标 具合是极其稀有的猫眼欧薄 一颗价值7000美元 上个赛季挖到几颗 基本都光速卖出 就不知道这个赛季能找到多少 队员走后 老客驾驶挖机机 开始了工作 不得不说 用设备就是比人工效率高 如此坚硬的实力 竟然像豆腐一样轻松被整罪 突如其来的意外 把旁边的摄像都吓了一跳 可以看到 碎石不偏不移 正好砸到脑门上 这幸好是戴了头盔 不然非得吃个大盔不行 感受着脸部强烈的疼痛 老客第一时间回到地面 只要此刻 忠然才发现 他的嘴角被磕破了 虽然流了不少血 但也只是点皮外伤 稍微一擦就行了 再投到地底 老客还没工作两下 队员又带来了坏消息 接连几天的暴雨 让矿沙都湿了 现在根本无法弄进 搅拌机里筛选 本来打算边挣边挖 如此看来 肯定是不行了 老客只能叫来两个儿子 将自己压箱里的 几块宝石交给他 就说能卖一万多美元 由于老客自己脱不开身 只能让他们俩 去城里交易 这是两人第一次做这种事 紧张的同时 也有点兴奋 几个小时候 他们进入了一家商店 兔兔老板 将宝石倒在桌子上 开口就问多少颗了 看着兄弟俩一脸懵逼的样子 老板拿出秤 给他们解围 总共是50.95克拉 兄弟俩表示想卖一万三 但老板却只想出一万二 因为那把兄弟俩拿捏住 但谁曾想 对方表示不卖了 要去下一家 跳着 老板脸色一下沉了下来 犹豫了片刻 他是同意了报价 从店里出来后 兄弟俩长输了一口气 总算没拖父亲欧头 接下来 他们要回去继续帮忙 看这个赛季 能搞到多少欧薄 如何知道弟弟有没有宝石 男人打开钻机开关 27米长的螺旋钻 像一把利刃 轻松地剖开土壤 此时他需要穿透 三米深的岩层 才会到可能有宝石的泥土层 采集样品 几个小时候 结果出来了 遗憾的是 此地并没有宝石 不过这属于正常现象 物以稀为贵 如果一下子 就能找到宝石 那谁还会再来挖呀 兄弟俩老客 此时感觉交得差不多了 于是嘱咐了两句之后 即将钻机交给了两个儿子 自己则又回到弟弟挖宝了 所有的事情 兄弟俩在此处 没有钻到宝石 竟然有松动的迹象 一旦钻头丢进洞里 那成本可就高太多了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俩果断转来父亲 但没成长 地方个怕出洞就懵了 明明让他们去 一开始那个地方挖 现在怎么又去另一边了 面对父亲的指责 君俩也很委屈 别是那边 已经钻了五个洞 都没有结果了 此话一出 老客更加生气 五个洞能看出什么来 最起码也有五十个洞吧 这一位此处遍地都是宝石啊 强压着奋斗 从来到钻机跟前 老客差点哭了出来 由于在岩层钻的时间太久了 钻牙已经被磨得不像样了 以下只能更换新的了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君俩得之后 此人也是蛮点沮丧 本来想把父亲减轻负担 没想到还加重了不少 我一直进 只能去搅拌机那里 把已经挖出来的少量土石清洗干净 希望里面可能会有 价值连绳的欧博宝石 用来支付更换钻牙的费用 搅拌机转头没多久 超多的石子被送了出来 情网队全员站在两边 全身贯注的检查 这怕漏掉任何一颗欧博宝石 一颗质量不错的宝石出现 让众人心情大增 几个小时候他们将所有收货 倒在了桌子上 本来以为没多少 但现在一看还真不少 老客推断 总共能卖个一万美元差不多 这下总算有钱付燃料费 和维修费了 父子三人发现石壁上有宝石 于是转头驾驶机器开始挖掘 过程中连狗子都要激动地上前帮忙 而就在一车接一车的土石 被运出来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运送燃料的管子突然破碎 石油喷了一地 一旁的父亲难受地搓着脸 两个儿子已不知所措 估计是挖不了宝石了 画面一转 自然拿着坏掉的管子回到基地 见惯大方大浪的父亲 第一时间利用仓库里的废弃临近 做了一个街头 不多废话 一轻人又浩浩荡荡荡地回到了矿区 将管子借了后 他们提心吊胆地启动开关 幸运的是一切回归正常 下一秒大儿子就来到挖掘机跟前 继续寻宝 不管如何 今天一定要把宝石给挖出来 但谁曾想意外又发生了 挖掘机上的水管又断了 好家伙 难道今天是什么断管日 父亲老客闻讯赶来 此时他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面对一脸愧疚大儿子 盗嘴的指责 还是硬生成被咽了下去 没有什么办法 继续修吧 不过在那之前 他们要先将运送出界的土石筛选一下 说不定里面的宝石 刚好能付维修账单呢 后面一转 一行人来到了脚外机跟前 这边刚要把土石给卸下来 那边就传了坏消息 好家伙 此处的管子竟然也断了 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父子三人心态彻底崩掉 或许他们在出门之前应该看看皇帝 说不定还能避开这些倒霉事 但说归说 闹归闹 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的 所以在儿子的帮助下 父亲开始修理断开的管子 这玩意可比一开始那个软软难修的多 再次回到基地后 他也是连夜加班整修 隔天一早 父子三人用最乖的速度 来到脚外机跟前 吸引流界被换然后 来到了最让人担心的测试环节 看着滚头慢慢转动起来 三人都不自觉的松一口气 不过倒霉的是 天后又下起了小雨 没办法 他们只能等天气好转 再重新工作 没多久 无数被冲洗过的小狮子 送到三人眼前 当最后一波石头被清理干净后 他们开始检查本次的收获 数量虽然不多 但质量都不错 其中更是有价值最高的黑油薄 回到基地后 父亲冲操就业 开始打磨 那么多宝石 最后只剩下了眼前这么一点 但价值确实不低 足够一万两千美元 出击燃料和维修费 这次他们也是赚了不少 这一点 看众人的表情就可以知道 在地下十米的矿洞里挖宝 到底有多危险 群毛人正驾驶挖掘机 寻找欧伯宝石 没有一块石头落下来 他的情绪就紧张几分 则是他们父子三人全在矿洞里 一旦坍塌 那就直接整整齐齐了 虽然宝车很重要 但有面花更加重要 一发四处后 三人还是决定 继续加热木头支撑 不过这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木桩和木块的高度已经固定 只有通过遭石壁 才能让其卡住 先是小吹扣缝 最后大吹搞定 好不容易将木桩固定好后 兄弟俩人又开始了挖宝 这些他们分工明确 一人控制产车回收土石 也不是过了多久 他们休息时 突然看到 产车里面的石头 似乎有保湿的痕迹 虽然并不明显 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只要此时 收集的土石已经将卡住装满 父亲带着狗子率先出发 他们也到十几公里外的基地筛选 看看这一周 到底收获了多少宝石 一见父亲已经离开很久 兄弟俩盘算的时间 也开车前往 随着目的地越来越近 二人发现了不对劲 脚弯机的滚筒 怎么连转都不转 察觉到出事 他们又最快的速度来到父亲跟前 没想到对方 则也是一脸生无可恋的模样 原来机器又出问题了 前几天修了一次 只是回光板照 这次才是真正坏掉了 接在鞋上 却发不出去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 更重要的是 这一次连经验丰富的老客 也束手无策 一番讨论过后 父子三人决定 将坏掉铃剑 拿回小镇 交给专业的人 但结果 却让人非常失望 这玩意根本就修不好了 这下该怎么办呢 难不成 这个赛季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吗 你想到这儿 孙莲的表情非常复杂 这是一家人 唯一能发财的机会 如果抓不住 那这辈子 都别想翻身了 将一台2.5吨的挖掘机 塞进地底 到底有多难 父子三人胆大包天 竟然要在狭窄的 废弃矿洞里挖宝 要知道 上一任矿主 就是因为放不进去 才赌钱破产 将矿区给转让出去的 不过此时三人 已经没有退路 筛选宝石搅拌机 还不能用 中间买回的零件 还在路上 最最关键的是 钱还没了 不过在征服 旧矿洞前 要先将钻机给修好 就在刚才 两位大孝子 已经给玩坏了 因为害怕 父亲得知后 一年早逝 所以二人在修好之前 不准备将此事告知对方 二儿子上前比比划画 凌润知识非常丰富 看得出来 他四年大学 真没摆上 大哥则在一旁打下手 那他并不是 百分百相信这个兄弟 不过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钻机 自己起死回生了 这次经过 兄弟二人都松了一口气 这所谓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很快他们在钻机 遇上来的土石里 找到了宝石 仅凭这个橙色 就值得一挖 所以他们迫不及待的 将这个好消息 就可以到达那个废弃的矿洞了 原来这老小子 至始至终 都没准备将挖掘机给塞进去 而是直接挖通开过去 太聪明了 两个儿子得之后 也是非常的亢奋 下一秒 三人就投入了挖掘之中 全然忘记了 也没要讨论的事情 仅过了半个小时 石壁后面就出现了一个大洞 父子三人兴奋的钻进去 仅时看了一眼 就在石壁上 发现了宝石踪迹 我知道你很急 但先别急 搅拌机的零件已经送达 现在是清洗矿杀的时间 先结算一下 上个周的收获吧 看看今晚是吃大龙虾 还是小龙虾 随时机器转动 无数项鹅卵石的鹅卵石 滚了出来 骨子刀割 此时也非常兴奋 如果不是身高有限 它也要大展身手 这所谓挖宝一个周 寻宝一小时 很快 所有收获就摆在了 父子三人眼前 这对宝石是正宗的 澳洲闪电里 欧博宝石 颜色大致为绿色 蓝色和紫色 质量很粗糙 十几米深的地底 吸上来到底有多难 父子三人已经成功 将挖掘机给放了进去 接下来就是鼓风机了 这将宝石吸上来的 关键道具 不过在使用前 要先将真空管 对准洞口 别以为这是什么 简单的事情 鼓风机重打十吨 离洞口太阶会沉下去 离太远又对不准 大二字挺胜任出 驾驶卡车 他的运气还算不错 就是准头不太行 真空管离洞口还差一点点 再重新开一遍太费劲 父亲老客凌亡一闪 直接开铲车 将整个机器抬了起来 终于将真空管对准后 父子三人开始搭接管道系 这事儿没什么难度 经验丰富的三人 轻人一举都将其完成 晚事俱备 只欠东风 忘记机很快 就再次投入工作 但没挖两下 真空管就发出怪叫 听声音不对 父子三人赶紧将其关闭 真是太离谱了 难道没有一天是顺利的吗 父亲老客来到发动机跟前 经过检查 他找到了问题所在 有个电线松动 导致接触不良 重新接耗后 挖掘机再次投入工作 父子三人笔住呼吸 等待宝石出现 接着两周的失利 让他们负债累累 说来也好笑 别人都是越挖越肥 只有他们越挖越穷 说你工作了四个小时后 后顶的碎石开始掉落 再继续用挖掘机 就有点危险了 所以他们开始用手锤 人工挖宝 不过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这得什么时候 才能倒到宝石啊 这所谓富贵险重球 挖掘机再次登场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 仅半个小时 宝石就出现了 用手锤小心扣下 富子三人进行大增 下一秒 挖掘机直接火力全开 被轻里下的碎石 全都被鼓风机吸了上去 宝石肯定会有 但就不知道会有多少 连接天色见晚 卡车里的吐石 也已经装满了 终于到晒圈宝石的时候了 跟网窗不同 但是两边的富子三人 更加有信心 当然这一次矿区 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单单是这一颗宝石 就已经回本了 再战上其他的 估计得25,000美元了 比上周的2,000 足足多了2,3万 这绝对是大分手了 此时富子三人 依险多日的脸色 终于也是好人不少 挖掘机的铲子 轻松破开泥土 掉下来的碎石中 藏有欧波宝石 在进一步晒雪之前 会被真空管 吸到地表的卡车里 时隔多日 富子三人终于可以顺利挖宝了 不过就时间不多了 最多就剩几个周 等到高温进行 他们就必须停止作业 因为不光人扛不住 机器也扛不住 为了加快进度 他们又搞了一台挖掘机 由年迈的父亲负责驾驶 此时他满脑子都是宝石 作为一家之主 他的压力是最大的 如果在赛季最后 无法搞到大收获 那今年一家人的日子 不会太好过 也不知过了几个小时 二日子愁眉哭脸的 来到石碧前查看 自从上个周 搞了一个大方式后 这个时候就再没发现宝石的踪迹 难不成 好运都又光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 宝石藏野土石里没看到 看来只有等筛雪清醒完 才能知道答案了 正想着地表的卡车已经装满 不得不说 两台挖掘机的效率就是高 接下来就见着奇迹的时刻 将慢慢一车抖 土石送进滚筒里 父子三人 站在流泡槽的两边 瞧手以盼 用不了多久 他们便会知道 这几天的收获到底如何 无数光滑的石头 出现在三人眼前 接下来就是考验 他们严厉的时候了 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工作 父亲老客戴上了眼镜 这也最疯疯的他 帅姐找到了一颗蓝色的欧波宝石 但从外观上看 应该就能把燃料费给挣回来了 最后兄弟二人也不甘落后 一颗支架盖大小的宝石 出现在手中 颜色很漂亮 虽然个头很小 但也能卖个好价钱 物质不绝中 蓝色小桶已经被装了一半 将其倒在流泡槽里 数量还不少 不过质量上乘的 却并不多 希望单品刚刚涨到几颗 估计也能卖个1万5左右 虽然已经很多了 但老客却并不满足 所有他拿着宝石 驾车吸去 直到傍晚才回来 兄弟二人满脸疑惑 但等对方将宝石拿出来的时候 他们立马喜笑颜开 原来对方失去基地打磨了 不得不说 打磨后的宝石更加好看 跟脱胎换骨一般 价格也翻了一番 现在估计得支个2万5左右 此话一出 兄弟俩高兴坏了 又是一次大丰收 照这个苗头 说不定在夏季高温来临之前 真能达成10万美元的目标 地下10多米的矿洞里 一人一击正在挖宝 此时驾驶员的心情很糟 因为雨季有到来 本来挖宝的时间 从几周变成了几天 当然这还不是最倒霉的 神秘中没有保持的踪迹 才最让人绝望 另别两个儿子 此时也是面如死灰 想起在一起出 心智淡淡定下的目标 不免让人有点脸红 幸运的是 在最后的时刻 一颗通体优黑的宝石 点燃了三人的希望之火 但这可以让他们 在最后的时间扭转乾坤吗 要知道 此时他们距离15万美元的目标 还有7万 而之前一个周最多 也就赚个2万多 废话不多说 两台挖金机 直接火力全开 没多久 地表的卡车就被装满了 本来还挺高兴 但远处天边的乌云 却在提醒父子三人 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将卡车里的吐石拳筒 倒地搅拌接后 他们又回到了矿区 继续挖堡 看来只有雨季 可以让他们加班了 如果之前也能努力一点 说不定现在 早就达成了目标 一刻不停地干了几个小时候 这场雨还是到了 不过幸好 中人已经将最后一车吐石 拉了回来 隔天一早 父子三人心事重重来到 搅拌机更勤 很快 中人就会知道 这一季的目标 到底能不能达成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小碗宝石出现在他们眼前 数量很多 但他们的表情却很难看 因为这一堆石头基本没有质量 说是宝石都有点牵强 估计连个1000美元都卖不上 虽然目标没有达成 但日子还要过下去 三人收拾了一下情绪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小麦果汁干杯 希望下个赛季 能有一个好的收成